电钻声响划破了宁静的潮州老街 学生们制作设计的美面看板都有故事 他在做叫孙子说 以前阿公就是有在拍摄 以前做印刷街 大家都跟我说 你们老师用到这里 我就说感谢那个学生 这种人用的啊 大哥有什么老照片吗 敦点潮州学生用艺术国画在地 用心在每一处 大少其实就是 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一个开始 美才是一个改变生活的一个关键 一个核心 我们应该把这些事情带回地方 就带回我们的文化跟生活 带领这群学生深入乡里的是陈冠华 12年来不间断将艺术美学注入地方 回到我们自己的地方 重新发掘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文化和美学 那这样的艺术或设计的教育 才是有意义的 学生的日常关心 让长辈们有机会回忆 建计录老街的过往风华 用行动证明艺术不止存在 画布上更在生活中 大爱新闻是宇晨成立伟 平臣飞到 感谢您的观看